10月28日,香港警方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指出,10月27日,在有一批非法示威者在未有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,在九龙多区非法集结并大肆破坏,袭击警务人员,同时发生最少三宗暴徒袭击市民的事件。 10月27日,有暴徒破坏一家银行,警员在场制服一名涉案男子,在事后的清理行动中,清洁工发现一箱未爆炸的危险品。 警方表示,不分示威者的行为已经非常危险和极端,同时在每次示威活动现场,少数纵容暴力的市民用伞帮忙遮挡暴徒的违法行为,他们以为这样没问题,但此行为已经构成协助或教唆犯法。 在今早大约凌晨四点左右,有清洁工在旺角清理离风度和阿佳路街交界的集合时,发现一个白色法宝胶箱,上面写着未爆危险的字眼。 我演别作,炸弹核炸案处理,蒙面暴徒做些犯法事件的时候,通常你会听到他们大叫,落雨,要开车,用雨傘挡住, 犯法的过程。他们这样做,其实只是认为他们自己心虚,理亏,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做的人不对,不敢被记者公众影响。 香港警方表示,早前有大批人利用互联网漏洞,将警员及家属生活照和资料放上网。 6月至今,超过2600名警员被人肉起底,他们受到持续长期的精神折磨,甚至比实际身体伤害更严重,因此警队寻求了法庭协助。 香港高等法院已颁布临时禁止令,禁止公众披露警员及家属的个人资料,禁止令可以保护警员及家属,免受示威者骚扰。 警方发言人表示,警队有责任保护执法人员。 法庭已经在上星期五,颁下临时禁制令,禁止任何人,不合法地发布警察及家属的个人资料,及需要移除一些已经公开的个人资料。 任何人违反这个禁制令,都有可能构成表示法庭。 法庭的决定,法庭颁布这个临时禁制令,给公众一个清楚的信息。 警方发言人也表示,香港警方在过去一星期的行动中,共拘捕206人,年龄介乎12至63岁,涉嫌非法集结,藏有攻击性武器,刑事毁坏,纵火等罪行,共有7名警员受伤。 伤势最严重的警员被砖头击中心口,肋骨骨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